各位欢迎收看《以时听》 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是建称、稳健、可靠 高质量亦都独立 今天请来律政司副司长章谷军上来我们的节目 欢迎你 刘瓦瓦 最近你经常去外访 可否跟我们讲一下你去到哪里 较早前我跟行政长官去了中东 我们去访问了沙特和亚联邮两个中东国家 回来后到我们律政司有一团去了欧洲四个国家访问 若果为期一个星期的时间 回到香港后 卸下行李再换行李 律政司也有另一团带同香港法律界的人士 去了泰国推广香港做访问 所以刚刚回来没多久 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呢? 去到那么多地方 当然了 我们几次出去访问 第一好像去中东 我跟行政长官和我们一个香港的不同界别精英 一起去到中东访问 推广香港 希望为香港带来更多新的机遇 而我们欧洲访问就是我们律政司的团队 主要呢 第一就是我们都想跟我们在国际一些司法组织 一些国际的法律组织去强化我们的关系 也都希望在将来能够和我们有更多合作空间 去巩固我们香港作为亚太区 就是法律争议和解决服务中心的地位 当然也都借这个机会呢 亲自可以在欧洲里面和他们的专业人士 商界和各个不同的跨国组织 好像世贸 不同国家他们在世贸的代表 我们是见面 希望能够将我们香港最新的情况 告诉大家 也都希望将一些西方政客 带给他们对香港误解的情况 如果有任何问号的话 都想借这个机会 和他们作一个正面的解释 讲好香港的故事和讲正确香港的故事 刚刚提到在世贸里面有些西方的解释 有没有曾经见过什么的误解呢 其实这次在欧洲之人 反应是非常好 坦白说 我有几场演说 其实刚才我所说 每一场嘉宾都有超过100位 有些200位嘉宾 当中是商界、专业界别 甚至刚才所说是一些国际组织 或者是世贸的一些各个代表 而在发言稿当中 其实我也特别有介绍香港最新的情况 也都有提及过在国安法之后 为香港的社会带来的稳定和秩序 其实是对任何外国想在香港 从商、生活、旅游的人时 是带来了这个安全 我发言之后 就算我到台下和他们走会谈讨 其实有很多位都挺赞同我的发言稿内容 坦白说 是没有人走过来质疑 就是说香港的情况不是这样的 甚至在我第一站在意大利罗马 我还记得当日我发言之后 其实当地的国际组织 是安排了一场座谈会 他们自己就请了一些商界的代表 和与会者分享 当中我还记得有一位意大利商界的代表 我不认识的 但是他都跟当地的人士说 他很了解 亦都信任香港的法律制度 是很保障到他投资的权益 甚至我在旅程回来之后 我们也收到其中一个商人的电邮 他特别是 第一多谢我们今次去到那里 推广香港 介绍香港最新的情况 他亦都很欣赏我们特区政府 在我发言稿当中 所作出对香港未来的承诺 我们继续维持我们的稳定繁荣 令到他们的商界 将来对香港投资的保障有信心 他亦都觉得过去和现在的香港 在法制方面做得很好 如果将来甚至需要他 去讲现身说法的 他都会是无人欢迎的 所以今次的行程当中 其实我见到我们亲身接触的一些商界 专业人士 其实他们对香港 不是不了解的 甚至可以这么说 他们亦都不受一些西方的一些传媒片面 或者不准确讯息的影响 当然始终也有一些人是会是的 可能有其他目的 我想大家都会明白 我们亦都不会天真认为 如果他有其他的目的 特别是有政治的动机的时候 会因为我过去的几篇的发言 就会改变他们的想法 但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 应该向其他一些理性客观的外国朋友 去讲解香港正确和真实的故事 对于今次的自己的感受来说 你觉得他们对于香港这个信心的提升 又大不大呢 或者对香港未来这个地位的提升 你觉得可以这么说 无论在欧洲也好 在泰国也好 甚至中东也好 其实各国家的朋友 都很有兴趣再来香港 因为过去几年的疫情 的确是没有什么机会过来香港 其实他们对香港这个地方 一提起是很正面 很着弱的 特别我在每一次的行政 我都特别提及到 我们香港刚刚有一个 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的一个运动 我们甚至有预备了50万张的免费机票 是派给各个国家的朋友 希望你们来香港 其实他们听到都很开心 甚至我在这些几个国家里面 跟我们香港的一些经贸办的同事谈 因为他们都有负责去统筹 处理有关机票的一些抽奖在外国 很受欢迎 泰国很记得同事跟我说 在一个小时里面 就已经是在网上 已经是被人拿了票 还有他们对我们香港近年 一些新的发展项目 例如那两个博物馆 我们讲的M加 或者我们股工的博物馆 他们都很有兴趣 他们也很怀念来香港去购物 在香港可以吃到不同国家的美食 这些他们都是在路海里面 期待已久的希望从来 所以这次我也借这个机会 我拜访不同的组织的时候 一些机构代表 我都邀请他们在今年下半年 或者明年 香港有很多场的法律界的盛事 我邀请他们来香港参与 其实他们都立即是 以话不说很快就答应了 所以我很期望在未来的一年里面 香港能够接待我们这些外国的朋友 你会看到我们香港的活力和繁荣的一面 刚才说到谈整了的 就是可能邀请别人来到我们 在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 香港有很多大型国际活动 当然我说一下我们只是法律界 我们法律界已经有几场的盛事 我认为是很吸引 包括很快在9月份 其实这个海牙国际司法组织 其实已经决定了会来香港 是慶祝一百三十周年的寿庆 他们海牙国际会议的成员 会到来到香港搞一个亚太洲 这个可以这么说是一个知名 国际法律组织的一个盛会 除了9月份之外 11月其实是我们律政司会年 都会搞的一个法律周 而今年的法律周里面 除了我们自己一些多资多彩的活动之外 其实很高兴就是我们世贸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在今次欧洲访问的行程会议当中 也都是铁定了 在当中我们的法律周的两天 会在香港里面 搞一个亚太司法周 他邀请亚太区里面 不同管车区的司法界的人员 法律的从业者 是来到香港一起交流的 例如有什么人会在名单上 准备邀请他们? 当然这是国际组织 在香港里面搞的 所以名单就会遲些 由他们制定 但正如我刚才所说 亚太司法州的目标 就是邀请亚太区里面的国家 司法人员来到香港 过去搞到亚太区 都有超过二三十国家的司法人员 法律界的人员都一起来到香港 我相信现在已经是全面通关 亦都是很多国家的朋友 其实很多年没来到香港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这些活动里面 我们会见到的外国嘉宾 会比以前更多 当然明年我们还有一个 国际仲裁大会 亦都已经选择在香港去居行 所以可以这么说 我们在法律界的城市 在香港将会是一个接一个 我们律政司的同事都会全力协助 坦白说 他们已经开始忙得透不透气 未有搞坊 明年年中也未有搞坊 辛苦的 因为我们好像这些朋友 邀请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都很期望来香港出席我们的法律活动 而随此之外 他们亦都很希望趁逗留到香港几日 看看香港其他情况 所以我们都要尽备地主之宜 去带他们去一些期望去的地方 让他们见到我们香港最新的一面 所以我们同时除了要做法律层面的工作之外 还要做导游、接待这些角色 哇!不得了! 其实他们有这么好的盛事来到香港 除了香港之外 我们都说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会否趁这个机会 都在大湾区这方面有些交流呢? 啊!你...好...好...好... 怎么这么说呢? 的确确我们律政司是有些构思的 在刚才我所提及过的法律州 我们具体的内容第一进行中 未完全是贴定的 但的确在我们之前的工作会议 我们想着今年里面 正正是想借助法律州的活动当中 带出这个特色 带出就是希望给他们见到 我们除了香港之外 我们大湾区的法律机构等等 究竟怎样可以在我们这个平台里面 让他们知道和认识到 甚至可以看到我们香港和大湾区 我们法律界的机构一起 协力推广大湾区 这个是我们其中一个 在想的主要方向 具体内容留待 稍后推广的时候再说 不过你太好了 你已经动释到我们的先机 我们都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你会否有几堂行程 都回到内地去交流一下? 一定的 因为主持刚才我都说过 较早前去了世界其他地方 回到来之后 现在接下来密罗紧固 第一就要 因为我其实在特区政府之下 我们成立了很多专班的对接 有两个其中和法律相关 我就是负责的官员 所以我来很快的时间 我都要回去和广东省司法厅 深圳司法局等等的对口单位 我们都要对接工作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 其实之前我们一直都有联络 开会 但我们在线上 但我们都要实体见面 希望我能够更加具体的推展 我们的工作 所以会有一些工作层面 要去到大湾区 进行一些实体的对接 除此之外 其实在上次我们去和法律界的朋友 去到泰国访问 其实他们都觉得是很成功 觉得律政司和我们两个法律团体 合作这个模式 其实是产生到一个协同效应 他们亦都很期望 在来的尽快 我们搞类似的活动 一起去大湾区 所以我想在年中左右 我们正在安排当中 希望律政司和法律界的朋友 一起去到大湾区 为他们真正带来一个发展的机遇 亦都希望能够尽快加快 大湾区在法制方面的咸接 制度的对接 而将来希望能够令大湾区更便利为民 具体上期望和大湾区的对接是做什么 其实当然我们律政司在大湾区的工作 主要是看法律层面和司法互助层面的对接 为何这么说 因为在过去多年 我们有很多香港朋友去到大湾区 去创业也好 工作也好 读书也好 或者退休也好 在生活当中 无论是衣食住行 你都会发觉 因为两地的法律制度差异 是会产生一些不方便 我举个例子 就算香港和内地的合伙做生意 到发生有纠纷的时候 如果你在香港提请去法院出全票告他 当你要派给内地的被告人的时候 因为已经有两个不同的法律制度 在现在的安排之下 有很多叶介朋友跟我们说 成功率不高 好了 两个法律制度不同 会产生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们怎样能够透过 刚才所说的一个法律的行接 制度的对接 令到这些程序可以简化 又得到两地的承认 令到大家都可以 不会因为跨境问题而产生了一些不方便 这个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 去希望能够令到大湾区的融合做好一点 当然我们明白到 当我们在说的是 特别我们现在律政司之下的大湾区专业小组 我们既要是保持我们香港特区的普通法 就是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们香港普通法是我们现在国家里面 唯一的司法区的普通法 而这个制度又能够得到世界各地的承认和推送 所以我们应该要继续保持我们这个 很独特的法律制度的优势 但是另外一方面 又不可以因为两个不同法律制度 带来的一些问题 阻害了我们的居民之间的交往 所以既要保持两制的不同 但又要保持我们制度的 独自制度的优势 但又要做到融合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 这一刻你觉得最难去大家无合的位置在哪里呢? 在现在我所见到 其实我们现在这样说 我们国家是一国两制三法区 一个国家 我们有两种制度 我们有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 一国两制 三法区就是香港澳门和内地 是三个不同的法律制度 虽然三个不同的法律制度 但是其实我们三地都有共同意愿 是做好刚才我所说的法律的对接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本身是有一个 叫做三地法律部门会议 回一年香港澳门和广东省司法厅 我们是有行上的工作会议 去处理这个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 例如在调解方面 我们三地推行一个统一的调解的一个准则 我们三地的调解员的资格 是否可以统一到呢 这些就是我们三地都有共同意愿去做的 但是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处理其他法律对接的时候 就好像没有一个平台 是可以统一去看看最需要处理哪些 而很多时候我们遇到每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着这个问题就会开发料 接着就去找相应的部门 去了解呀 去尝试去谈 那就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平台 所以我想在未来我们的大湾区的专责小佐 其实我们正正想看有没有办法 在一个制度建设上面 能够有一个平台让我们三个不同的法律 大家一起去共同去找出一些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去统筹相关 需要一齐去处理的部门 然后一齐可以尽快去将这些限制问题做好 这个挑战是大的 大家过去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三个不同的法域 有共同的议员 我相信都是一个我们大家可以克服到的困难 我们现时其实香港都鼓励香港青年去到大湾区就业創业 那你刚才说的新的平台在考虑这个制度的时候 会否也考虑到如何避免青年在大湾区就业創业时遇到这些法律问题 没错 我们要做这个法律对接 其中有一个我认为我都常提醒我们同事 要避免这个盲点是什么 你说出一个重点是什么 我们有很好的议员 我们坐在办公室里面 我们的同事24小时不辞劳苦去研究解决问题 究竟这个问题是否我们青年人在大湾区面对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痛点呢 这个才是重要 究竟哪一个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呢 我们坐在办公室对着四面墙 你是不会想到出来的 很多时候你可能认为一个很美好的政策 我做出来可以帮到人 但落到去 当你通过了之后 可能用家会觉得 这个对我没什么帮助 所以你会留意到 在我们律政司大湾区专辑小组 今次我的组成 因为我主席在构思组成的时候 除了我们有来自我们的律师大律师 他们都是大湾区的律师 也有我们三间本地法学院的学者 他们对两地法制的问题 有很深刻的了解 除此之外 我特别邀请了一个商界的代表 另外一个就是内地港人代表 为什么我要找他们两个进来 和其他法律界的人士有些不同 正正是因为他们对大湾区 从商或者生活里面的问题 他们是最有深刻的了解 最有切腹之痛 他或者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家人 究竟在大湾区会面对哪些问题 他认为政府应该要快些解决 我们就在那里能够听到这些意见 然后就着这些问题去处理 才能够做到急市民所急 所以我们希望大湾区的专责小组 能够发挥这个作用 刚刚提到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刚刚的20大报告提到 要完善香港的司法制度 未来的方向律政司会如何做 没错的 在20大报告里面提到一点很重要 就是要完善香港的司法制度 和法律制度的建设 这涉及很多方面 亦是一件持久的工作 我举个例子 本地法律的思认法 也就是在1997回归后 很多议员都在罵 有很多法例里面 都没有与时并聚的更新 1997后 首先以前用的英皇 是否要改改 一定要做 但好像这个本地司政法 又不是一件这么简单的工作 当然很简单 将殖民地的英皇 改为特区政府 常识理解就是这么简单 但实际处理这些法律问题 你发觉当我们换过来特区的时候 究竟是英皇换成特区政府 中央及特区政府 还是中央政府 很视乎那条法律本身 去用的时候 它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就涉及到不同政策局 要对它自己主管的法律里面 究竟更换的时候 用哪些字是最适当的 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工作 当然还有一些 例如一些比较工具性的法律 97前他可能说 一直以来都说 要依据英国的标准 那观是一些器材的标准 好了 如果我们97之后 没有理由要跟着英国的标准 英国明天转标准 我就要跟着它转 那我不用这个标准的时候 究竟我换的是什么标准呢 我换这个标准的时候 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呢 对我们过去的安全标准 是否等同呢 还是会不会又要调整呢 这个就不只是律政司 我一个律师 坐在这里决定到的事情 刚才我提及过这些事务 其实是要每一个 负责相关法律的主体政策局 他们和持份者去沟通 他们对业界了解最清楚 才能够作出一个决定 所以好像这些 其实就是正正所说 在法律制度建设 要本地施政法的时候 要面对的 我们需要处理的问题 其实现在律政司司长 正是带同我们相关的法律改革委员会 正在做这些工作 第二个例子就是 好像在国家安全的问题 在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建设里面 就是过去有关海外律师的 专案应许的时候 在法律执业者条例里面 是没有特别处理到 有关国家安全防范的问题 好了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们当然要尽快去修订 除此之外 除了法律执业者之外 其他本地的法律里面 其实还有哪些是需要 因应国家安全 而去做应有的防范机制呢 好像电影检查条例 过去都没有一个国家安全的概念 但是在近年里面 我们已经加了 如果是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 它是不应该上画 所以牵涉到很多方面 这些都是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的建设 我们需要不时去检视和更新 有哪一条是你们还在检视呢 其实我刚才所说 这个工作是急切的 但是究竟在香港所行的这么多法律里面 究竟哪些法律里面是需要改的 其实现在我们已经和政策局 大家正在做相关的工作 除了律政司之外 其他政策局也正在做这个工作 当他们遇到法国 这个可能需要收购的时候 他们便会来律政司导 找我们寻求支门和法律意见 所以我们已经在不断做这个工作 但会因应不同政策局的进度 我们会配由他们 最近有哪个政策局找过你们 除了《适应法》之外 哪个人找过你们 具体是留待尼加代 但可以这么说 其实每一个政策局 都知道这个工作的重要性 甚至较早前 好像在政府的 政府的供应 即政府去买东西 政府去买东西的守质 都已经加入了 有关的指引 都加入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条件 所以你见到是很广泛 可以这么说 不同范畴里面 都需要作出这方面的调整 例如买些什么 曾经用那条法律参考过 应该这么说 当政府不同的部门 他们出去采购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指引 这个指引是对各个部门都适用 如果这个指引 现在我们修改的时候 其实所有政府部门收购的时候 主持官员就需要提醒他 要考虑有关国家安全的因素 所以这个是对整个政府 各个部门的运作 都会有所得益的 修理这个 对于你们检视这个法律的 时间线有没有一个计划 正如我刚才所说 这个工作第一是持久的 所有法律都要审视 甚至可能有些法律 是平时没有用的法律 就是少引用的法律 到有时用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他好像在持有些东西 但当然我们现在希望 用一个比较主动出击的方法 就不是等出了事后 再加回 我们希望能够在任何事件发生之前 我们也好 相关的政策局也好 大家在一个主动出击 去审视一下自己 负责的法律里面 例如刚才所说 国家安全的标准里面 是不是有所缺漏呢 过去可能忽视了呢 这些地方 大家现在都在做这个工作 你主动出击 刚刚就新鲜果热了 就是法律制室业条例要修订了 其实在里面说到 有些海外律师要申请证明书 才可以来香港接国安法官司 有些什么海外律师 是不适宜申请这张证明书 应该这么说 在我们香港普通法的法律制度 有一个特点就是 我们在一般的民事刑事案件里面 我们有一个叫专案允许的制度 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可以去法庭申请 让一些海外律师来到香港 是就着那单案件去执行 这个做法呢 其实你看到 在其他主要的普通法的管理区 都是没有的 是我们香港一个 比较独特的一个特点来 现在我们修订的法律执行者条例 我们也不是说一刀切 所有的民事刑事案件都不给香港律师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继续保留这个离禁图特的优点 也不是说一刀切 所有国安的案件都不用想了 总之你不能申请了 也不是这样的 我们修订了的 希望达致的目的就是 将来如果是涉及国安的一些案件的时候 我们能够有个机制去防发一些不适当的海外律师 即是说如果是涉及的 可能是涉及和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的 那些案件 我们就不能让他们参与国家安全的案件 我们现在只不过在法律执行者条例里 是加上一个应该有的国家安全法律防发的机制 但是也保留了我们过去一直以来刚才所说的 在我们这个特点 在其他特别是非国家安全案件里面 你依然是可以向法院申请海外律师 当然了 你都不是说自动申请一定可以的 一直以来你要说服到法庭 究竟这个海外律师是否有相关的专长 香港律师没有 亦是否合乎我们公众的利益 法庭是有着情权去决定批准与佛的 即是现在申请的海外律师 都是依照旧的指引做就行了 需要有些项外的 例如你出张纸或者有些声明 或者有些指引给他们 其实你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 这样也会省下很多公堂 应该这么说 如果是并不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 它都是用我们一直以来的专案认识制度去申请 就不受今次的修例影响 只不过是当它如果是申请里面 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案件的时候 才会引用到现在建议的机制 而在建议的机制里面 其实主要是考虑两个问题 就是究竟这位海外律师 来处理这个案件 是否涉及国家安全 第二点 如果是的话 去处理这个案件 会否影响到我们国家和特区的国家安全 如果答案是是的 当然行政长官就会出具 在第一阶段 他可能不会让他进行法律申请 又或者在法律处理程序当中 行政长官就不会发出证明书 便不能批准他来 如果申请人被拒绝之后 他会否知道原因 而为何会被拒绝呢 很视乎就是当中 会否有些涉及到国家安全的资料 是不能向外扣弄 我想大家都明白到 这个也是我们站高一点 去想起一个问题 你看到世界各地的司法管车区 在处理到国家安全的案件 第一 基本上主要的普通法管车区 我所说 是不会被海外律师参与的 不会有我们一个这么独大的机制 逐个个案去处理 第二 在处理国家安全案件 其他很多地方我们看到 其实不要说海外律师 就算他是本地律师参与的时候 他也可能要为当地的本地律师 进行一个资格的审查 确保他在接触到的资料里面 是不会将来有泄露 会侵犯到国家的安全 换句说话 其实他不会知道 为什么会被禁止了 如果当中的一些资料涉及到国家安全的时候 当然 我想香港和其他国家处理的标准 都是相类似的 为什么要保留证明书的制度 因为你刚才也说涉及国家安全 香港本地的法律人才是否不足够去做这类案件 当然为什么要申请海外律师来做呢 这是被告人的申请 被告人的自己的考虑 当然你说得很对 就算在过去任何的专案认可里面 就算是非国家安全的案件里面 你都要信服法庭 为什么你在香港不请律师 是不是香港没有相关范畴的律师呢 当然过去很多时候批准来香港的时候 在一些非国家安全案件 过去一直以来 很多时候法庭会考虑 他可能觉得这位是外国这方面的专家 他来参与这一类型的案件 可能会对我们香港发展那方面 案件类型的我们叫Jurisprudence 那个法理能够带来一些悲异 就是会为我们的法理的发展 去带来一些新的观点 可能是我们过去 未必是我们的地方 其他地方是怎么看的问题呢 法官觉得这些观点可能对他有用的 这就是过去在处理专案认识的时候 其中一个经常会提及到的一个观点 但当然从我所说 在处理到国家安全的时候 我们就要有一个防范机制 就算有其他带来的好处 但会不会带来一个根本的问题 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的利益呢? 这是一个更加基本和重要的 需要考虑的一个原因 所有事情是由法庭做最后决定 正如在处理究竟的案件 是不是涉及国家安全 或者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安全 这个问题里面 你会看到在今次修订的建议里面 其实跟其他外地的做法一样 就是出具这个证明书 那个决定是如何呢? 是会交由行政机关 在我们的建议里面 像你刚才所说的 行政长官就会去考虑 并且是否出具的证明书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国家安全涉及的问题 是多方面 法律是其中一个问题 但还有很多其他事情 涉及究竟那件事是否构成 或者是影响国家安全 而往往行政机关 是比法庭掌握更多的资料 亦都更加是能够全面去评估 有关的问题是否涉及 以及影响到国家的安全 所以由行政长官出具这个证明书 是能够对这个问题 是能够有更准确的判断 然后法庭就会依据这个判断 作出这个结果的判断 而其实这个原则不仅是香港 我们今天的建议里面 其实你看到其他世界各地 很多主要的司法官和区 都是认同这个大原则 是由行政机关认为 处于一个更有利的位置 是作出一个更好的判断 最后一点问题想了解一下 未来你们会否有些计划 如何提升香港市民的国家安全意识 或者这个法律意识 这方面的确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首先我想 因为好像我们的港区国安法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新的法律 都是几年的事物 所以就算在法律界里面 是不是每一个律师都很掌握呢 我想很多律师都还需要去认识和去学习 而的而且确因为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例 因为时间短几年 还在一个累积的过程当中 所以第一 第一我们的律政司 其实不时都会将一些重要的最新的案例 都会上载到我们的网页 让大家知道明白了 第二 其实我们教了程师长也公开说了 其实我们的律政司现在正在做一本 有关国安法的一些案例的 我们叫annotation 就是一个解释 就是一个解释 是将过去几年香港法庭处理过的 一些案例的重点和解释 是令它造成一个汇篇 一本的工具书 有了这本工具书之下 我相信对我们香港的法律界 将来在掌握这方面的法律 最新的发展 就能够得心应受 当然 在普罗大众的层面上 我们也有很多工作要做 包括在国家安全务里面 我们会一年 国家安全务会推广 而我们今次 大家知道 律政司也都新进成立了 法治教育的督导委员会里面 我们也会是特别的重点 包括在《憲法基本法囊国安法》里面 是如何能够普及教育 用一些叫做比较生动活泼 和简单移民的方法 让社会不同的层面的朋友 都能够有所认识掌握 所以工作是不少的 但我看到我们律政司的同事 在这方面都很努力去做这个工作 亦都希望在这方面能够做好它 今天很多谢你上来访问 我们下次再约上来 今集《议事听》时间到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